嗨 大家好 我是蘇蘇 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短中長期旅行的神奇打包術 那今天會著重於在保養品要怎麼樣攜帶還有打包上 那真的非常的實用 我是蠻建議男生一定要聽一下 因為如果萬一女朋友的包包太重 然後你看完這一個影片 你可以告訴他說你要怎麼樣打包可以減輕重量 這樣你才不會背得這麼辛苦 那我們就開始吧 因為每個人使用習慣不一樣 那我這邊會先提一下說是一般的人他如果出去旅行他會帶些什麼東西 那就是如果有化妝的人他就會帶卸妝的東西 卸妝用品 卸妝油 卸妝水 或者是卸妝棉 然後卸完妝一定會洗臉所以要帶洗面乳 洗面乳完之後就是要保養 那最基礎的就是化妝水 精華液跟乳液 然後長頭髮的女生通常都還會再多帶兩樣東西 護髮乳然後跟那個髮油 那再港屋一點的可能就是會再帶一個身體裸衣 那我講完這些東西啊其實就是短冬長期 其實大部分人都會洗帶 就是我曾經跟一個朋友出去然後兩天一夜旅行 然後他就是真的帶了這麼多的給西 有看到我桌上這一堆嗎 這一堆就是 這一堆他就是大概帶了一半以上的東西 所以說就是非常的重 那其實保養品這種東西他的設計一開始就是 他的品裝設計基本上就是大概可以讓你使用到一到兩個月 那你只是去個兩天或是去個十天 你戴到這一整罐實在是非常的重 然後又佔你行李的空間 那你如果又是這幾個你要扛著它的話 我是覺得很不推薦這樣因為這樣會太累了 那所以說在這個長期的保養品的攜帶上的話 我這邊的大小我會建議就是三週以上的人再去做這樣子的選擇 如果說你想要兩週以上帶我覺得也是可以 但是就是你的你要有一個覺悟就是你會背著這些東西去 然後再背著這些東西回來 再來我們就進入到中期旅行的怎麼樣攜帶 那中期旅行我定義是在五到十天的旅程啊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這一小堆東西 他其實已經算是蠻聰明的攜帶方式也不太會佔空間 那大部分可能會不知道這瓶子大概可以用到幾天 那我這邊大概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這種這麼小的瓶打 我基本上我覺得大概三天到四天 早晚使用就會用光 然後再來這種大小我覺得可以用到 我印象中是用到七天到十天都沒什麼問題 那因為這些東西是可能乳液霜之類 如果用這種瓶子裝的話就大概是我剛剛講的那幾天 但是如果講到化妝水的部分的話 然後這種瓶子的大小它其實是大概大概五到七天 因為根據每個人使用兩個人一樣 所以說如果你要去到比較久的瓶子的話 我覺得化妝水就是你可以稍微用打管一點的也沒有關係 那那因為這些東西都是買保養品的時候 他就是可能給我的生日禮 但是有些人他可能就是沒有這些東西或用完了 那怎麼辦那我就比較建議就是你們到去買一些分裝瓶來使用 然後可能就是大創保養或者是台北車站的材料行 那些有非常多種的瓶子可以讓你們選擇 那分裝上的話記得要注意就是 如果放到分裝瓶裡面的話 你要放的量要比你平常的使用量再多一點 因為瓶子會吃掉一點保養品 你到時候可能挖不出來 那再來就是瓶子選擇上我會比較推薦大家去購買那種軟瓶子 因為到時候會比較好擠 那而且最好是前面開口比較大 然後有塞嘴你可以拔掉 然後你還有殘餘的東西在裡面的時候 你可以用棉花棒去挖取來使用 這樣會可以把裡面的東西用到金光才不會浪 OK那我接下來要進入到我這次主題 最想跟大家分享的部分 就是兩到三天的短期旅行 你要怎麼樣攜帶你的保養品 然後可以達到最精簡 然後當然你也可以說你就是直接帶那個 就是試用包啊或者是說像中期旅行的這種小瓶裝的罐子啊 但是你如果帶了這個小瓶裝 那你有可能出去之後還是會再帶回來嗎 那你可能會捨不得保養品 畢竟也是蠻貴的 我的旅行中只是就是我希望我帶出去之後 然後就是在當地全部都用得很乾淨 然後就直接可以丟掉 然後我也不需要再帶回來台灣 那所以說我會使用一些更好的方法 然後來做一個攜帶然後分裝的動作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前面這一小堆東西 大概可以兩到三天旅行的用量 那我一個一個來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我是怎麼做分裝的 第一個就是隱形眼鏡盒 它是一個非常好的分裝品 我通常一格會裝那個洗面乳 然後另外一格會裝乳霜 那基本上一格的份量洗面乳大概可以用到七次 如果你整個裝滿 那如果乳霜的話可以用也大概用到六次 那基本上比較易裝的東西 我就是不會裝在這個裡面 因為我覺得它是會有比較衛生的問題 然後大家有看到我桌上有這些 就是跑領閒鏡 為什麼我出去兩三天我需要帶這麼多 它們其實已經不是你閒鏡 我通常旅行前我會閒鏡殼 我會先留起來幾個 因為這個都可以變成一次性的容器 然後我會覺得它非常的方便 像這種東西如果你要裝 你可以裝精華液啊 然後跟你的粉底液 然後或者是你的CC霜BB霜都可以裝 然後非常好用 一次就是一個用量 然後用完就即丟 所以非常的方便 在這個使用上的話我覺得它更為神 因為它用完一次就直接丟掉 你也不需要就是可能一直重複的佔去 但是它裝的時候大家還是就是要記得 一個小原則就是你要比你平常使用量再多裝一點 畢竟它上面會有一些可能沒辦法全部都挖出來 OK 然後再來如果是水跟油的部分的話 這種容器都很不適合去裝 因為畢竟它的流動性比較大很容易灑出來嘛 那水的話就是一定就是 最好就是帶瓶子 那油的話因為你如果使用瓶子裝它之後 你之後很難清洗那個瓶子 那瓶子就沒辦法再重複使用嘛 那油的部分的話我會蠻建議就是 使用這種夾鏈帶 就裝你需要的量就好了 那在使用夾鏈帶的話 基本上我就裝好之後 裝好之後把它收起來 再放到另外一個夾鏈帶裡面 避免它到時候露出來會影響到其他的地方 然後再來這個夾鏈帶你也可以就是 裝一些比如說你的身體乳啊 然後或者是 或者是你的護髮乳 然後甚至是你的卸妝棉 也都可以就是直接可以拿一兩片裝在裡面 因為畢竟你就只有去一兩天嘛 或者是三四天 你的這個卸妝棉並不會乾掉 所以這個都是非常棒的 分裝方式 然後你用完就可以丟掉 獻攜帶方式 是我多年的就是 旅行跟出差的經驗得來 然後希望大家都 學習到你想要學的部分 然後希望大家都可以跟我一樣 每次出去都可以 不用帶到東西回來 輕鬆的旅遊 快樂的回家 掰掰 喜歡我影片的朋友歡迎幫我訂閱跟按個讚喔 謝謝大家